美国维基尼亚州的史特林镇 在当地时间周五晚间 发生了重大气暴事件 消防人员在七点半左右 接过通报去处理瓦斯外泄的问题 但到现场之后才发现 传出瓦斯为的民宅 有一个500加轮的地下饼碗罐 警察是立刻疏散两栋民宅内的住户 但没想到在40分钟之后 现场就发生了灾难性的爆炸 包含方圆25公里以内的居民 都感受到天摇地动 从空拍的画面可以看到 整个街区是被夷为平地 有大批消防队员受困在瓦砾堆下 而且这起事故造成一名异消丧命 还有11个人轻重伤 目前当局都还在调查爆炸的原因